好了,今天就是我没有教练上车的第一天 这个就是我以后要开的车 然后现在就要上车了 好激动,好激动 去走 stop sun to the team 好,我们知道 知道 我自动爱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想想着 背上我的日子 这边有破 你 when the days are 去走 去走 前面右拐 stop sun然后右拐 停 停 我到时候把你这种声音加速一下剪音去 停停停停 stop sun 停 右转右转右转 慢一点,快一点,这点快一点 哈哈 今天是我第一次没有这样练开车 是啊 还好你没有撞车 不然 前面走拐 然后要感谢老板今天承担着最大的风险 停停停停 然后让我开车 然后让我开车 为爱情折扰 闻到不是你 一直以来戒不掉的意 其实我看的还行对吧 还要表扬我一下 你才像是想到睡个好角 你应该觉得骄傲 我像是念也没有目标 只是想睡个好角 别炫耀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你就 要证明一下我自己的倒车入库 算半个倒车入库 真的效果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 然后 你看就停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特别优秀 并且 我停到这儿只到了两把 就是第一次稍微有点靠外 然后第二次就 就停到现在这个位置了 是不是特别优秀 是不是特别优秀 慢慢再也不用担心我开车问题了 然后 下面这两袋 第二就是我买的东西 又是一次特别 特别 特别囤积 特别囤积的购物 囤积的购物 但是每次去超市 还是忍不住会很激动 然后又买很多吃的 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 首先就从 嗯 因为今天感冒了 所以声音可能 不那么 响亮 红亮 那就先从冷冻食品 开始说吧 这是一大袋子 首先我买了这个 芒果 就是我有的时候 会在屋里自己打那个 Smoothie 然后这时候就会需要水果 因为学校里其实还是有一些鲜水果的 但是没有芒果 所以就买了一袋芒果 冷冻的 然后水果 还买了一袋这种 各种梅 就是草莓 蓝莓 类的 桑胜 是桑胜吗 美国好像叫Blackberry 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速冻食品 一个是我上一次吃过的这个牛肉拌饭 然后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所以今天又买了一盒 感觉真的是特别大的一袋子 就是 这个 炒饭 就是它是 我买的是 Japanese style fried rice 然后看里面应该是有鸡肉什么的东西 然后就不知道会不会好吃 好像也是微波炉热一下就好了吧 回头试一下 然后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好吃不好吃 然后就是冰淇淋 首先这一看就是很高热量的 好像是奥利奥 奥利奥 那种口味 巧克力 然后的mochi 就是它外面 哦 它外面是巧克力 然后下面这应该是奥利奥 然后这是冰淇淋 我上一次买的就是mochi口味的 就是外面这一圈是mochi 反正上一次买那个很好吃 所以今天又买了一盒 虽然跟上次的味道不一样 刚才那个是在不想减肥的时候吃的 现在这个就是减肥的时候吃的 因为 我本来买它就是因为看到它这个是冰棒嘛 然后觉得它可能热量会低一点 然后后来去结账的时候专门看了一下 它这一根冰棒的热量才40卡 所以说就吃了 其实就可以当一个零食吃 嗯 就感觉还挺好的 而且这一盒其实并不大 里面是有 里面有五根 有五根这样子 所以加在一起才200卡 这一盒加在一起才200卡 真的就是想吃冰淇淋 但是又怕热量的时候的最佳选择 然后还买了一道冷冻的虾 因为我之前在那里上买了那个大酱 然后学校里有各种菜 可是它没有肉 所以我就想买一道虾 到时候可以做自己做大酱汤啊 泡菜汤啊 什么的时候用 然后这道虾 我觉得还挺贵的 八九刀吧 但是因为它里面都是这样子 就是能看见吗 它里面都是这样子的虾仁 所以就感觉应该还挺 就是挺多的这一道 就觉得也挺值得 剩下来就都是零食了 然后大多数都是我看到网上别人推荐了 然后今天就基本是专门去买了这些零食 首先就是Cocona Cheap 这个我真的听很多人推荐 基本每一个去Trader Joe's的视频 都会推荐这个 但他们更多买的是那个白色包装的 好像Rosted的那种 我本来拿的也是那个 但是后来同学去看了一眼这个 因为它这个上面是Sweetened 就是甜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热量会很高 可是一看这个比那个的热量还低20卡 所以就果断拿了这个 然后现在就想尝一下它是什么味道 反正它也有这个 这种风 就是打开撕开来之后 还可以再风起来 希望它会好吃吧 感觉Cocona Cheap 应该是很好吃的 而且它还加甜了 它这个好像就跟这种不一样 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是这样丝状的东西 就是大概拿出来就是这样子一根一根的 就我看它们那种Cocona Cheap 就是片状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就是甜甜的 大概我觉得是那种就是 学习其实也不是很饿 然后可能就是需要嘴里嚼一点东西 因为它其实还挺有嚼劲的 就可以嚼很久 然后大概就可以拿一点这个 在旁边一边学习一边吃 然后下面一个是买了这个 本来我拿它的时候真的是纠结了很久 因为它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 大概三片就是100卡 然后但是我看到之前有人推荐说它还挺好吃的 最终也是没有忍住 然后就买了一包 然后现在也撕开尝一下吧 因为它们其实比较好的是都有 都有第二层的这个风 所以说 我就拿了很小的一块 嗯 其实它是很脆的 里面基本都是这么大的块 但是我刚才 因为就是一会还要去吃饭嘛 所以就不想吃那么多零食 嗯 其实真的好好吃 还想再吃一块 算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Rice Pudding 就是米米的布丁 嗯 我之前是看别人的视频推荐 它说很好吃 但是我没有尝过 嗯 这个也回头等吃过之后 再给大家反馈吧 然后就是香蕉干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爱吃香蕉干 然后曾经还自己尝试去做过它 就是看到微博上有教程 说把香蕉切片 然后涂那个柠檬汁 正反去烤 但那一次失败了 就是大概烤到一个小时 就整个香蕉片全部都黑了 可能也跟我那天没有涂柠檬汁有关系 所以就一直没有再有机会去买香蕉 就是吃到香蕉片 今天正好在那看到它了 然后就买了一小包 其实这还有那种很大的包 但是因为我马上就放暑假了嘛 可能要搬家 所以就正要买这种小包装的 下一个就是一大桶饼干 我本来是想买那个看到别人推荐的 有一个叫Wolford的一个饼干 但是呢 那个那个片会比这个大一些 然后我就想着 有的时候饿了的话 就是难得饿一次 就何必一样东西吃那么多 所以就去找这种小饼干 这个小饼干 本来也有chocolate chip的 但是 我觉得那个可能热量更高一些吧 这个我买的就是 Oltemail Raisin 就是燕麦 燕麦和 那个叫葡萄干 混合的这种 然后因为它是很小的块嘛 所以饿了的时候吃一块 然后就还可以再吃点别的东西 就不至于说吃一两块饼干 然后就饱了的那种感觉 最后一个就是Trader Joe's的网红产品 就是它的这个Green Tea Latte 看一下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 它跟这个Coconut Chip 就是每一个视频都会有人推荐 说它真的特别好喝 然后因为我真的很爱星巴克的Green Tea Latte 所以今天就买了 然后它的热量大概是 嗯 每三勺是130卡 就是这一盒是有八份 每一份是130卡左右 然后 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星巴克的那个Green Tea Latte 是300多卡一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好像还是比那个的热量 稍微低一些 所以回头可以尝试一下 冲一下这个喝 好啦 这就是我所有今天买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很多 然后就两个大袋子 嗯 对 在Trader Joe's真的看到 有很多很多想买的 可是就不敢买回来 因为买回来 之后到时候搬家还要再搬 所以就会很不方便 那就今天 我的临时购物分享就到这儿吧 拜拜